隐蔽工程之防水处理篇 装修中应管线改造及淋浴等涉水设备的增加 易引发渗漏霉霉变等问题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水处理 防水处理时必须注意什么呢 首先要做24小时避水试验 确定没有渗漏后 清理掉要进行防水施工部位的杂物 用水泥沙浆把坑洼不平的地方磨平 再把整个大面做一次找平 其次墙与墙 墙与地 下水口和地面 各类贯通管道与地面的交接处 都要做清根处理 严防出现虚漏 然后等找平层干燥后 在除位墙面上做防水层 施工高度应不低于30厘米 如果是清制墙体 一定要对整个墙面进行防水处理 最后 卫生间淋雨墙面 应从地面起上反刷 不低于180厘米的防水涂料 防止洗浴时溅水湿墙 另外要注意 防水涂料要涂满 无遗漏 裂纹 气泡 脱落现象 要与基层结合牢固 防水层做好后 建议再做一次24小时避水 待验收合格后 再进行下一步装修 插到 优优酮 优独剧 优独剧 感谢观看